近十年来,随着美国经济不断逼软,国内矛盾质易突出,加之世界多极化,全球化对美国的政治经济霸权地位带来挑战,使得美国人逐渐由自信变的焦虑,美国的政府、军邦、国会、纸库等,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战略焦虑症状,从而导致美国的政策和国家战略不可避免已被错误的思路所左右。 众所周知,当代世界经济体系,基本上是在美国主导下确立下来的,而近年来,美国的行为却与这种体系的秩序,规则唱起来反调,甚至动不动还要威胁退群,令世界各国诧异不已。 快速崛起的中国,正是收美式战略焦虑症,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。 中美同是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受益国,但美国却片面地纠结于中美之间的商品贸易易差,不惜牺牲本国企业利益和国内民众扶植,要大幅度制裁中国输美商品。 导致史上最大贸易战极有可能在中美之间爆发。 7月6日,美国声称对中国34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将正式生效。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经宣布,美国将于当地时间7月6日6日中午起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,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丁25%的进口关税。 中国则严谨以待,将综合使用数量性与质量性措施进行对等反制。 作为反击,中国也将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%的进口关税。 美国的筹码有限,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美国政府于7月6日实施对华340亿美元商品的征税。 其中约200多亿,占比约59%是在华外资企业的产品。 而在华外资企业中,以美国企业比例最大,美国经济的新赞华尔街。 由于美国调起贸易战早已哀红一片,美国扬言制裁中国高科技企业,禁止向中心出口芯片,导致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充满不确定性。 据统计,如果没有中国市场,美国70%的芯片将吸压。 美国的高科技研发也将因缺乏市场而丧失火力。 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一旦狂掉,对美国来说将是致命的。 目前阶段,美国国内应该有许多拍脑袋及的误判材料递给白宫。 认为美国购买的中国商品多于中国卖美国的商品,因此美国在贸易摩擦上的筹码多,恐怕这是经不起仔细推敲。 一是现行的贸易统计,无论中国口径还是美国口径,都没有去分岔阶列。 据估算,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,中将纪六成是加工贸易,多为美国公司在华投资生产的产品。 二是美国在计算金香港转口贸易上存在双重标准,极少算了美国出口中国的数额,多算了中国出口美国的数额。 经过估算,以2017年的数据为标准,扣出加工贸易,以及修正转口贸易偏差后,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加服务总额应该在2000到3000亿美元之间。 而美国出口中国的商品和服务总额约2400亿美元,因此,我们并不认为,如果贸易战真的开打,美国手上的有效筹码,会明显多于中国。 当今世界,国际贸易讲究的是公平,强卖强卖行不通了,国际贸易规则是现成的,多边对话平台也一直存在。 任性挥舞贸易保护大棒,搅得世界不安宁,美国自己也难有好日子过。 中国至少有这些排可打,一,大豆,在中国排列的报复清单中,第一号是美国黄大豆,第二号是美国黑大豆。 不用多说,大豆是中国的第一号筹码,自然也是中国反制美国的第一号目标。 要知道,没有中国市场,美国大豆产业立刻就会崩盘,因为美国大豆对华出口,要占美国全部出口大豆的62%,既然美国执意要发动贸易战,那对不起,大豆,你只能第一个成为套灰了。 二,其他农产品,之所以单独拎出来,因为其他美国农产品,比如玉米,棉花,高粱,猪肉,牛肉等,也非常重要。 猪肉在先期贸易战中,已经被中方开刀,所以,这次的筹码,就是出猪肉外的其他农产品了,包括牛肉。 当年为了让中国解出,对美国风牛并牛肉的禁令,美国为了九牛二苦之力,这下倒好,中国全面征税,对农产品终点照顾。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这些农业州是特朗普的票仓,既然特朗普想玩悬的,你们这些铁杆生命,就该是跟特朗普好好谈谈。 三,汽车,汽车,也在中国卡列的进口报复清单中,最主要针对的是进口美国汽车,但随着贸易战的升级,美国汽车商更大的担忧,应该还是对失去中国市场的焦虑。 现在,中国早已超过美国,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,精通用汽车,去年在华销量就达到400万辆,占它全球销量的40%多,没有中国市场。 美国汽车商将在全球竞争中一败涂地,即使以后恢复,也是元气大商。 四,波音飞机,每年中美签大单,波音都是最大赢家,而且,生意都是几十亿几十亿美元的大单,但既然美国还是要对中国下手,那中国完全可以去买欧洲的空客。 更何况,中国现在还有C919,让波音大主护去白宫跟特朗普谈谈谈心吧。 上述筹码,都已经在中国反制清单中,也就是说中国已经用了,即使博弈还在继续,最关键的,是中国大药库里,还有哪些新筹码,其实还是不少的。 五,中国游客和赴美留学生,现在,黄石公园等许多美国热门景点,举目都是中国游客,既然过难当头,而且美国国内不安全,姑且这么说。 中国游客,考验你们爱国新的时刻到了,大家暂时就别去美国旅游了。 还有赴美留学,2016-2017学年,就读于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中国学生人数增至350-755,较上一学年增长6.8%,每年数十万个中国家庭,每家被掏空上百万,供美国穿个盆满钵满,这绝对是一项 对中国不利,对美国极为有利的大买卖,甚至可能超过美国旅游交易的金额,中国一旦限制赴美留学,一定会直接挖低美国的GDP。 六,美国国债,中国是美国最大海外债主,今年一月,持有美国国债1.168二万亿美元,按照以前的说法,中美是有默契的, 美国进口中国商品,中国赚到美元,中国在购买美国国债美国财政位置运转,如果美国留亲不认,那对不起,中国还买你国债干什么? 事实上,过去几个月,中国应该就已经在减持美元。 七,政治外交了,对中美这样的大国来说,贸易较量,从来不会只局限在贸易领域,必然向政治外交领域扩散。 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不假,但在这个世界,在很多领域,美国还有求于中国。 比如,半岛问题上,特朗普要想有一个很不错的峰会成果,中国的角色很关键。 爸,台湾问题,很多朋友可能很奇怪,这不明明是美国的筹码吗? 你看,在发动贸易战的同时,特朗普还在台湾问题上挑衅,道比一辉签定了台湾旅行法。 这是特朗普不理解台湾问题的勉弹性。 现在看,好像是美国的筹码,但这是关中国的核心利益。 假如中国真下决心了,那就是大陆的筹码了。 还是那句话,妻子的命运,必然是妻子的结果。 贸易问题解决得不好,大陆就必然要收拾台湾。 像特朗普施压,当然,人贸易问题解决得好,大陆最终也会腾出手来解决台湾问题。 中国商务部,我们将研究采取以下措施。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,对于美邦7月6日加深关税措施, 中方不得不做出必要反击,中方在研究对美征税分制产品清单过程中, 已充分考虑了进口产品的替代性,以及对于贸易投资的整体影响。 同时,我们将研究采取以下措施。 中国可以从日的经验中学到什么? 第一,保持战略定力,便正看待中美贸易冲突,对我国经济的负面效应, 努力争取化为危机,实现产业转型升级。 美国对我国不发出口商品增加关税, 这时会对我国钢铁、化工的行业出口有负面影响。 但客观上也将到比我国产能过剩的行业进一步去产能, 去库存。 因此,要以十分的定义,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 通过去产能,去库存,去杠杆,降低无风险利率。 减轻政府负担,为耗需改革腾出资源和空间。 同时,通过提振内需并由针对性地发展新型产业, 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,实现我国经济增长, 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。 第二,坚持审慎原则,实行稳定、谨慎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, 稳步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, 应理性面对前期次低政策, 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隐性不良等问题。 继续实行渐进和稳健的货币政策, 避免形成像日本八十年大所形成的巨大资产泡沫。 面对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, 应该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, 持续、温和、谨慎地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, 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留效余地。 同时,避免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的风险, 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过程中, 避免在国际压力下过快,实施金融市场化改革, 应该在风险可控的条件下稳步推进金融自由化竞票。 第三,深化对外开放, 营造稳定有益的贸易环境。 其一,提高对美贸易双向开放对称程度, 主动化解摩擦风险。 进一步放宽外商准入, 逐步加快金融领域等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。 结合国内对外消费需求, 降低交还美国进口产品关税, 缩载美国对华贸易逆差, 减少两国矛盾。 其二,继续推进与不同经济体, 和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建设, 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为抓手, 强化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自贸费建设, 发展与欧盟、加拿大、墨西哥等国的多边贸易关系, 加快推进国内自由贸易区与自由港的建设。 中国停止进口洋垃圾, 美国垃圾企业垃圾基压。 第四,为与筹谋, 做好应对贸易战的准备工作。 由于政治和经济上对美国的过度依赖, 日本在贸易争端发生时, 往往寻求和解, 而缺乏必要的反制措施, 导致处处被动。 中国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, 积极应对潜在贸易战。 其一,准备好反制举措, 加强应对性和报复性措施的研判, 提前制定报复清单。 其二,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, 联合维护全球化大局的国家, 商讨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。 其三,针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中, 违反国际规则行为, 联合有关国家向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提起诉讼。 其四,如果美国依然一意孤行, 坚持贸易摩擦扩大化, 中国应能根据世贸组织规则提出报复性措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 News.xyz 以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